歡迎各位來到今天讀品調查科的記者會 首先會介紹在台上三位的講者 在中間的是我們讀品調查科的總警司林韻恒 現在她的右手邊是我們讀品調查科的高級警司吳國章 在左手邊的是讀品調查科的警司周旺中 我現在將時間交給Madam Lam 跟我們講解今次的案情 多位大家好 以下下來的時間我會跟大家交代一番 交代一宗警方的毒品拘捕案件 在剛剛過了的星期三 即是2月3號 警方毒品調查科的探員 根據線報突擊搜查元朗一個私人屋苑的單位 檢獲7.5公斤的陸安彤 並且以販毒的罪名 拘捕一名23歲的本地男子 該名男子聲稱無業 經過調查之後 探員再去到遺充的一個貨倉 並且手獲674.8公斤的陸安彤 加上較早前在元朗手獲的7.5公斤陸安彤 警方在整個行動之中 共檢獲682.3公斤的陸安彤 市值是超過4.37萬 今次所檢獲的毒品 是收藏在一批通芯粉的包裝裏面 並以旋運的方式輸入香港的 具體的情況 我稍後會交給吳Sir 跟大家講解 警方留意到 近這幾年本地執法部門 在檢獲6安彤的數量 是有顯著的上升趨勢 在2020年檢獲6安彤的數量 是較2018年和2019年分別是上升了3倍和7成的 就以今次檢獲這一宗682.3公斤的陸安彤毒品 是本港歷年以來 單一宗陸安彤毒品案件最大宗的 換言之今次陸安彤的檢獲量 亦都是破了紀錄的 而這一宗陸安彤檢獲的數量 是較自2001 是超過了 自2007年 每一年 全年在本港 陸安彤毒品的檢獲量 今次這一宗案件 除了檢獲量是相當之高之外 亦有一個特點 在過往 警方在 拘捕這些陸安彤的案件之中 大部分的來源地都是來自歐洲和東南亞的國家 而今次是首次警方發現 這麼大批的陸安彤毒品 是由一個南亞的國家輸入來的 而就南亞國家輸入的毒品案之中 毒品調查科在去年的8月 亦都曾經破獲局一宗 超過100公斤 牽涉冰毒和海洛嬰的案件 就著這一條新的南亞區輸入毒品的線路 警方是會增加我們情報的搜集 務求是能夠倒截這些毒品的來源 我想趁這個機會去強調一下 青少年的毒品問題 根據這麼毒署的數字 在2020年頭三季 在情報的21歲以下的吸食毒品人士之中 吸食陸安彤的人數是大幅地上升76% 而在21歲以下被拘捕的人士當中 牽涉陸安彤毒品也升了71% 這些數字說了給我們聽 陸安彤毒品對於青少年的問題 是仍然持續和越催惡化 情況是令人擔憂 亦都是不可以忽略的 所以我認為警方有必要在這裏 再著出一個嚴肅的警告和呼籲 吸食陸安彤毒品 是對身體會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而警方是會透過積極的措施 不為餘力 堅決地打擊陸安彤和其他毒品的罪行 現在我將時間交給吳先生 早上各位 以下時間我會和大家交代一下這一宗案件的案情 毒品調查科的人員早前根據線報 鎖定了一個租用私人屋苑單位 作為毒品儲存和分銷中心的本地販毒集團 經過深入調查之後 在今個月三號 時機成熟的時候 毒品調查科人員 在元朗一個私人住宅單位外面 截查一名由該單位離開的本地 借性的男子 探員在他身上攜帶的背囊裏面 搜出了兩公斤的陸安彤 探員於是押解這名男子 回到他租住的單位搜查 在單位裏面 再搜查出5.5公斤的陸安彤 在現場調查之後發現 這名男子是從葵涌一個貨倉 提取這批毒品的 於是探員之後 押解該名男子去到貨倉搜查 再在貨倉裏面搜出674.8公斤的陸安彤 這次這批毒品 是收藏在大約1650箱 報稱為通心粉、意粉等等 不同類型的麵食裏面的貨品裏面 經過搜查之後 探員在其中的71箱裏面 找到超過1600包的陸安彤 每包大約重為400克 這些毒品全部都是收藏在合裝通心粉裏面 正如警方在較早前偵破案件的記者會上 亦都曾經提出過 基於疫情之下的封關措施 以人攜帶毒品過關入境的方式 是變得不再可行 不法分子於是轉移利用貨運的方式 加上層出不窮的方法 去將毒品一次過大批偷運入境 繼早前利用不同的貨品和食物藏毒之外 例如果汁、榴槤、奶粉、機器零件、護膚箱等等 今次是我們首次發現 毒犯是利用合裝通心粉藏毒 目的都是要掩人耳目 增加執法人員的困難 以備過檢查 警方經過調查之後發現 今次這批收藏六安銅的貨物 是去年12月份 由巴基斯坦 以船運的方式運出 在今年1月初 運到香港 再被傳放在葵涌一個倉庫裏面過冷河 直至到1月底才有人 從中提取其中的毒品出來出售 我們相信今次這批其餘的毒品 如果是沒有被警方繳獲的話 都會繼續傳放在倉庫裏面 等待人來被提取的 而該名被捕的本地男子 23歲 報稱無業 正被扣押調查 稍後將會被暫看一項犯運危險藥物罪 案件亦都會在明天2月6日 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 今次行動 警方成功倒截了一大批六安銅 流入本地市場 我在此重申 販毒是非常嚴重的罪行 根據危險藥物條例 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判處罰款500萬元 及終身監禁 趁這個機會 我亦都在此呼籲市民 特別是年青人 簽是為了賺快錢 而幫人攜帶 或者接收一些 來歷不明的貨品 或者是包裹 特別是在陌生人 或者初相識 甚至是網上相識 而從未見過的朋友的要求 去攜帶這些 來歷不明的貨品 以免不墮發網 今天的回報是這麼多 不知道有沒有好問題呢 好 以下是提問的時間 麻煩有以法文的記者可以先舉手 我同事會遞個咪給你的 請問之前麻煩說回自己所屬的傳媒機構 第二行 男生三個男士 你好 傷害 想問回這次的貨倉 其實面積有多大 其實當中的擁有人會不會 破瘡擁有人 或者是遭用人 其實本身是否涉及在這次的販毒案件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提到23歲的這名男子 其實在整個販毒的流程裡面 其實它涉及一些什麼的工作 或者是什麼角色呢 那當中其實 這次抓了這名男子 算是已經倒閉了整個集團 還是其實都相信還有很多 其他不同的環節的人是未被捕的 就著貨倉那裡 我們剛才講到 就是説那個貨物是經船運運到香港 那首先其實它船運完之後 經過了一輪的安排之後 通常那些貨物就會放在葵聰區那些貨倉 等待人提取 事後才是另外 我就發現到我們調查知道了 就是說在1月中的時候 就是我們被捕人士 就曾經上去那個貨倉那裡 提取了部分的毒品 另外那些就留在大貨倉裡面 就在那裡過冷河 那如果你說問到 就是有關於那個貨倉那個管友人 會不會牽涉到一些罪行的時候 這個就上代我們繼續調查 那初步在現在現有的證據顯示 就是說那些不法分子是利用了一些合法的貨倉 去傳放一些毒品 然後就是剛才所謂的過冷河 然後就逐少部分去提取了去 就帶到自己租住那些 剛才所述的私人屋苑 那就是最後的處理 以及以待 他就進一步就將這些貨物 就是毒品去運出去發售 那第二就是說 你說到那個被捕人士的角色 被捕人士就好像剛才所說到 就是他就在貨倉那裡提取毒品 回去之後就進一步去處理 那就是根據我們 以我們現在的調查 就知道他將這些毒品 是分拆了之後 就拿了出去販賣 那他本身就是 報稱就是無業的 那我們相信 因為由於這麽大批的毒品 那就是不會是一個人來運作 我們相信在背後 是有個集團去操控它 那這個東西 就上當我們轉一步的調查 麻煩 下一個問題 有沒有其他記者朋友有問題 雙芳 都想再追問多一點 剛才提到他的角色 就是拿些貨出來 去再造販賣 那相信這一批貨裡面 會不會有一部分 已經是流入了市面 就是如果是流入的話 是流入了多少 以及那個目的地 是哪些場所 這樣呢 我們的調查 譬如在 我們追溯到 整個貨品 由巴基斯坦經船運 來到香港之後 究竟有沒有其他 或者是有沒有提取貨物 由貨倉提取貨物出去的次數 我們初步相信 調查所得是只有一次 你說在他的身上 現場發現 總共大概有7.5公斤的毒品 有小部分相信是有流出過市面 但是我們相信 由於一整批貨物 就是現在我們 繳獲了680多公斤 你說提取的次數 就只有一次 所以我們相信 大部分 大部分 是在我們 現在暫時 在警方這個行動裡面 是將他們已經繳獲了 至於你說 他說將那些毒品 賣到哪裡 這個 相信是供應香港毒品市場 暫時沒有 還有一部資料提供給你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記者有提問 如果沒有的話 就多謝今天出席這個記者會 有條補充的問題 第三行的淺灰色衣 淺灰色衣的女子 謝謝 你好 右善 想問那個被捕人 他是怎樣得到這些情報 他是怎樣知道 怎樣從巴基斯坦 可以拿到那些毒品 還有想問一下 那些人物關係 有沒有涉及那些三合會背景等等 謝謝 就有關被捕人的角色 我們相信他是 你如果說在 他 我們相信他 就未至於說 去到巴基斯坦 是一個人操控 這樣運了大批毒品 進來香港 我們相信他是 在香港本地的販毒集團的成員 就是負責了在香港本地 由一個 運底本港的大批毒品 從中提取部分出來 作售賣用途 至於他的個人背景 有沒有三合會 現在初步調查 得知 他是沒有三合會背景的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提問 如果沒有的話 多謝今天出席記者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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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還有 су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